這段時間調查下來 確實是市長部主委 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那所以我會希望說 第一個他可以下臺負責 第二個就是說 他可以把市長部的兵權 交還給各自任市長 陳世民要求公黨部主委下臺 強調自己是針對制度 怕事件變成陳寗娜條款 我是在做黨內內鬥 或是黨內互黨 因為這也是大家不樂見的 那我要做的就是 我要對抗制度 對抗這個不公平的現象 那因為這件事情 在未來絕對會成為一個 政治上的慣例 一席喊話要鼓勵國民黨參政青年 而臉書po文下方許多網友支持 還跳出中廣董事長 趙少康留言加油力挺 這件事情在我們黨內 尤其是年輕一輩是非常反彈 對青年參政是做最壞的示範 大家在台面上不方便表態 我也覺得我有義務 把這樣調查完的真相 要公布一次 因為我要對得起這些 支持我的年輕人 只是對於陳世民 要求主委下臺 國民黨部新聞稿強調尊重 抱歉不放棄任何參選人 嘴裡道歉卻無實際行為 其實我覺得黨部主委 要不要下臺已經是其次 因為竟然這個傷害已經造成 覺得他們卻不願意檢討自己 然後讓年輕人會發現說 你根本就是不了解我們的聲音 同樣也曾對國民黨失望而退黨 這次以五黨參選的朱婷宇有所感 國民黨這場茶壺內的風暴 從陳琳達登記參選開始擴散 改革聲浪也隨著選戰開打 今天希望主委達臺生意高雄採訪博多